《 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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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方在6月6日下午2時 接到報告說 中環皇后大道中附近有車輛坐室 於是派了一些警員過去處理 當警員露驚皇后大道中附近不打街的時候 就看到一位年紀很大的婆婆 在馬路邊執拾紙皮箱 在烈日當空的時候 加上紙皮箱就有一定的重量 身形嬌小的婆婆在執拾的時候顯得非常吃力 而當時正直下午路面交通也非常繁忙 婆婆就站在馬路邊執拾紙皮箱 亦是相當危險的 有三名警員看到的時候 就立即上前去幫忙 將散落地下的紙皮箱 逐一搬到婆婆的手推車上 真是人間有情 你看看我們警員在執拾完畢之後 就繼續處理有關車輛阻塞的求助個案 可想而知 我們的香港警察是如何為小市民服務的 在這裏我希望大家了解警方的辛苦 亦都希望在這裏支持警方的執法 還有了解多些警察 其實他們真是我們的好幫手 在這裏多謝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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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